大家好,我是三浮 唉,原本是有兩盒的904的影片喔 但是... 但是就... 錄影的時候它沒有存到啦 等於是說... 應該是我忘記把那個螢幕顯示的那個時間 就是不會把它消掉的,應該把它關掉的 就是螢幕不會不見 一不見,沒存檔就整個都再見啦 好啦 然後是團購買的齁,其實也... 遇到了一些問題啦,就是有一盒 打開的時候它已經是拆封的狀態喔 而且裡面少了兩包 那兩包也不知道是少了什麼東西喔 所以呢,我只要跟我就是買那個朋友說 這盒就是... 只能就是把錢退給他 一樣是日版的齁 開的時候... 來的時候它就是呈現... 紙袋已經玻璃 然後... 這個... 這是沒有在裡面... 盒子裡面的齁 而是... 打開的 好啦,想說... 這一盒就當作自己吸收了 那影片沒拍成就來開這個影片吧 齁 好啦 只能這樣子啦 到時候有朋友再幫我買一盒 台版的吧 再來拍一下比較看看怎麼樣 啊... 所以這邊是... 28包 說一下 24... 6... 8... 4...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28包 絕對沒有偷抽喔 阿邁加說也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啦 我在想該不會是... 它是說好像封裝的時候 它就直接拿原盒是封去裝的 所以... 它好像沒有看到說是... 用袋子破掉的情況 所以該不會這個東西在日本的時候就破掉了 覺得很神奇喔 好啦 不管喔,我們一樣... 兩包也來喔 兩隻夜深人靜的夜晚 其實原本也是放著音樂 好啦,開看看就知道了 慢慢開喔 原本今天開兩盒是很熱鬧的 但是沒辦法發拉了 有人說這是小火龍啊 結果還蠻像的 神奇寶貝小火龍 換走音機 魔玩具 魔玩具 DT DT EM 大象 原本是沒有東西的 好 現在拍影片不用那麼急了 因為我換... 我錄影的設備換了 換個容量比較大一點 悲劇的就是忘了把設定調好 對 地家層 操縱無者 一回休息 一回一眼 打旋風 欸沒東西 應該說該不會這盒開起來就全部都沒東西之類 因為就被它開過了 什麼東西都沒有 好 這也是一個特別的經驗 第一次買到 拿到就是被拆空狀態 還少兩包 好 D加成 DD加成 寫D加成 寫D加成 欸 預想GUY 這是... 銀譜 搖險獸 大幽古響 GUY那張 我今天 已經 開到兩張了 因為照片 五招 PO照片 然後是開到一張 幽鬼兔 其他其實今天開的 開的那些兩盒其實都是 蠻在預想之中的 就是開到自己想要的卡片 幻咒歌劑 神機 重新音詞 這也是DT 噢 奇梅拉 今天沒開到奇梅拉 這盒也開到 玩具的奇梅拉 基本上如果開到十張的話 那其實少了兩包 基本上應該就是銀字 銀字卡片 難講啊 煙魚雞 絕心會是 魔犬 連光孤島 也是一張很少的卡片 心會是 喔 浮雕了 001 浮雕書這一張 還不錯啦 這張我也沒有浮雕了 有開到一張盡量的 之前閃開的時候 有三張 有三張 羊 劍聖影 還有黃子喔 一張出來逆轉一切的卡片 沒有 喔 有點害怕耶 感覺已經快開一半了 可是 確實有三張耶 鞋地加成 顯瘦目美 怎麼會是 阿阿 幻奏歌姬 臉死 紅河書生 喔又是 連獸盛起 這樣特別 這樣真的特別多啊 可是又沒有 說真的很好用 已經開出兩斤兩斤 已經浮雕了 這樣有點難撿 還有又會撿到卡片 嚇一跳 喔又是無限 好多無限 這樣無限有點太多囉 無限真的蠻帥的 電子龍無限 電子龍無限 我給我一張盡量 眼鏈受死 阿阿阿的 撲卡 紅影震動 這個可以慢慢開啦 不怪是 兩包兩包看了 龍星陰死 什麼玩具 有什麼玩具 哎呀 阿阿阿的閃卡 六階的 這樣我還沒開過 兩盒沒開過 之前閃抽也沒開過 一碗收穫 欸咻 這邊一集的 欸 龍星陰死 喔這樣半賺的 好半賺就是你啦 可是我不打龍星 這兩張也沒什麼用 沒點看 哎呀 看這盒應該是沒遊鬼兔了吧 喔 探餘品喔 探餘品不錯 哎 遊鬼兔 哎呀遊鬼兔啊 不小心又來了 哎呀 美好 怎麼看到遊鬼兔 覺得美好 海球遊鬼兔了唷 OK 這樣也有 二四六八張喔 沒看到十張喔 基本上 欸好像還沒看到銀譜 欸銀譜有啊 銀譜在那邊 第一張就銀譜忘記了 融合增兵 卡了 好剩兩包了 如果 這兩包如果沒有 那就真的少了一張囉 那叫悲劇啦 不知道什麼東西呢 操縱 欸銀譜 雖然還是有一張 一張是普通怪的喔 鳥獸主攻擊兩千 首位零 銀譜 哎呀甜點耶 那沒有沒有少 剛好十張 甜點巧克力 好啦 那 這盒還算不錯 我覺得還可以啦 這半段我也沒有 浮雕的 這樣感覺不錯 這美 只要是美啊 都不錯 就開到一張幽鬼兔了 美好美好 這樣也沒有 這張剛好好像有 之前有給他收一張 然後開一張 這是開一張 上兩盒開一張嘛 現在開一張就三張了 剛好滿 這樣是太多了 沒有用 那這樣 預想GUI也是三張喔 那開一下就這樣好了 能力看一下 自體廠商怪獸 好像是自體廠商沒有怪獸存在的場合發動吧 排隊四顆星以下通常怪獸一體特殊召喚 通常怪獸無非就是像這種 沒有效果能力的 然後呢普怪的擺盪應該可以叫得出來 所以如果有叫普 拿來叫普怪的擺盪應該是還滿賺 想不想 想不到什麼可以玩的 想不到什麼可以玩的 啊這個要打那個 真的要打阿拉才有用 無限喔 無限真的是現在 蠻強的一張卡片 看一下 基本上他有一回一次可以定你一張 看一下能力 他需要機械子 機械組 機械組 光屬性 6顆星的怪獸 乘以3隻 然後呢 茨卡 這樣看有點不太清楚 我想再看好了 然後呢 茨卡也可以疊在電子龍星星上面 一回合一次了 所以你這一回合他 那個綁卡沒了 所以你也只能做一隻出來到場上來 然後呢 疊在他上面 疊在星星上面做超量招 然後茨卡的攻擊 就會因為你的素材 的數量 一張層上200 那一回合一次呢 床上的表測 表示攻擊的一體怪獸 會被一槍發動 可以把它 放到下面來 當作他的素材喔 這個 這能力其實還蠻 就是跟1.1是差不多的 但是主要還是在於 聲音調小聲一點 音樂 主要是在於 他只能抓表測 攻擊表示 里測啊 手背的話 都沒辦法 但是呢 這好處是 他可以抓自己的 就是可能 自己 怪獸做完沒有用 他就把他疊到他下面去 當作素材喔 因為他的下一個能力 就是一回合一次卡片的 效果發動的時候 然後吃了還有一個超量素材 把它出發動 可以讓那個 發動效果無效 並且破壞 這樣是 其實流天類星龍的能力啊 這張現在要做的話 就是用 像玩電子龍 疊出星星以後 再疊這張出來 或是用 玩四星的 疊出新手騎士以後 新手騎士也是904的新卡片喔 他就是 你如果 他用三隻素材疊出來的話 你把他三個素材 可以把一隻 靠他一階的 又綁屬星嗎 我忘記了 靠他一階的 超量怪獸疊在上面 然後 通常就是疊 無限嘛 不是無限 無限這隻 先疊星星 然後再疊這隻 無限上去 四顆星的 可以做 主要是 因為他的 無效能力很強 除非三屬 不然基本上 都可以抗得到 幻龍星 忘記叫什麼名字 這隻其實也蠻強的 因為他只要 他可以用你 我講到看喔 大概念一下能力喔 欸 我不念能力了 念能力太麻煩了 反正是他用什麼 他用什麼 屬性做出來的話 他都會 場上的那些屬性 對手 對手沒辦法發動那個 屬性的 怪獸的效果 還算蠻定場的一張卡片 如果沒有辦法解這張的話 再加上如果他就 龍星做出來又有抗星的話 其實這張蠻定的 像我之前 跟我朋友玩 我拿銀鱗 銀鱗跟他打 換龍星這一組 龍星這一組啊 他容易是水族星的 基本上 手牌啊什麼 基本上應該也可以不用發了 直接投降了 但是這張 因為他 的效果一定要綁 一定要龍星名的 做下去才有用 所以這張價錢 其實也不高啦 因為不夠反用 如果他的 效果沒有綁龍星的話 基本上實際上很強 超...同步怪喔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浮雕好了 超久沒這樣獎牌了 應該都開牌開太爽了 那再上有其他人 其實現在是有偷有點痛 現在浮雕系統做其實蠻漂亮的 以前的浮雕 之前前幾版的浮雕 他是連人啊 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雕給你 但是變得非常不好 好看喔 但是像現在他就是 留 原體 本體啊 主體 主體就是沒有雕 雕背面 背景 還有就是 行屬跟 外框 這樣蠻好看的喔 蘇菲亞的話 應該是蘇菲亞吧 我忘記了 嗯... 自己 做對手的組繪 組織段1的時候 手牌一張靈異力魔法卡捨棄發動 這場上效果吧 但主要這張其實也不好叫啦 這張一定要用 靈異力的儀式魔法卡 才能召喚喔 然後呢 要不同種族相異的自己場上怪獸3體 使用 然後手牌特殊召喚 比如說他2,4,6,8,10,11星 11星你要用三隻怪獸 湊足11星 還是不同種族的喔 才能把這隻叫出來 攻擊是3600 手牌3,400喔 然後 能力的話是自己 還有對手的組織段1的射手牌 的 那是捨棄效果 捨棄效果是自己 還有對手的組織段1的射手牌的刺卡 還有101 沒 隱靈異魔法卡喔 還是法魔法卡 所以這就是儀式啦 然後捨棄發動 然後 這個回合呢 是到對手 好吧 這個回合 這一回合就是對手的 額外牌的怪獸特殊召喚不行喔 就是沒辦法從額外特殊召喚 雖然蠻定 如果是打 會打額外的卡片的話這樣 打額外的 怪的話這樣其實蠻定的喔 然後這張場 如果這樣一次召喚成功的時候發動 欸 此卡以外互相 場上墓地的卡片 全部移除喔 算是非常Bug的卡片 然後實效果發動以後自己 還沒辦法做其他的怪獸 通常召喚有一個特殊召喚 所以這都蠻定的 能力啊 就直接 清場 把墓地場上全部移除掉 嗯 是發動嗎 喔是發動 那會不會被幽鬼圖拍死啊 幽鬼圖跟各種神拍拍 一拍 就可以把怪送走 好 看一下布林公主 巧克力公主 原本是 效果怪 現在他變超亮 換了一件衣服 蠻可愛的 能力的話 他是可以疊在世界的 甜點怪獸上面 做超亮召喚 一回合一次 墓地的甜點怪獸 一邊讓對象發動 然後呢 讓卡片回到排隊 然後 此卡 有布林公主當作素材的時候 場合自己墓地的 甜點 卡片排隊回的時候 此卡把一個插動素材發動 排隊的甜點怪獸一體 表車公主角色或是離車守衛表示特殊召喚 其實能力其實 還好啦 就是 把目的 不是把目的 把牌的怪再拉出來 但是他一定要觸發那個 把目的 感覺看不太多 哇 到時候再看看效果是什麼 蠻可愛的一張卡片 至於 連身手機這張 就是 這個是 應該是Bug中的Bug吧 他只能用上機的 移出的場合才能特殊召喚 不需要融合 那上機的方法 特殊召喚 此卡 獲得以下效果 就是怪獸效果 魔法效果 現場卡片 發動的時候 手牌一張零獸卡片移出發動 然後 效果 發動無效破壞 但你要叫做這隻 你要先要一隻 聖零獸奇怪獸 就叫做靈獸死怪獸 就叫做一種精靈獸怪獸 非常難叫 二十六八十 十星 超能足 光屬性怪獸 妹子有點太小了 都被 那是獅子吧 都被獅子站走了 好 齊美拉 我錄多久了 快講了20分鐘 看不到後面就不用看了 齊美拉不講 就是看看 看看圖案就好 這樣蠻可愛的啦 但是說這樣做出來 因為他需要三張 應該是魔玩具吧 叫三張魔玩具喔 叫出這張其實 好像也還好 好啦 最後還是優鬼兔 優鬼兔大家都看多了 再看一下 讚啦 就開到一張 這樣我有四張了 呵呵 半夜就不要太 太囂張 OK 好啦 算是補開的904 等一下不要 不要再錄 在存檔的時候 又給我掛掉就好 嗯 37 還有37局 換容量大一點 就好多了 唉唷 被遮到了 好 好 所以我們還是有開到一張 半傳一張浮雕 然後盡量一二一二三 三張盡量 閃卡一二三 閃卡怎麼四三張 一二三 那感覺還是少一張耶 因為已經不開兩張了 那應該是要再多一張閃卡才對 一二三 好像是這樣 唉唷 唉唷 稍微一張 閃卡 會是什麼呢 先開得去哪裡 掉了 算了 終於掉了 嗯 沒有記 到時候再看看我那邊拍的是 拍的是什麼吧 好 就少兩包 那應該是少了 又少一張 半傳一浮雕 沒有少 三盡量 三閃卡 一二三 三張閃卡而已 就感覺又少了 應該要四閃才對 好啦不管 不管是四閃還是三閃 好啦 總共這是補拍的齁 用裡面標不見就好 設定是設好了 看他怎麼 不要再跑掉就好了 好啦 看看到時候會不會再買一個 那個 野陽904 公司貨 就是 韓版的 因為這是日版的齁 然後呢 再補拍一個韓版的 不韓版的 對 補拍一個韓版的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應該 再來是要什麼東西 再來會有什麼東西 其實我也沒有記 是有一個 雙人牌族的 雙人 雙人的套牌 但是 是有新卡啦 可是感覺 感覺用不太到 然後 然後 看不到 中文版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有 中文版太想開了 這就904嘛 905 904已經有了 905是什麼時候 看一下 905是4月25號 還有一個月 中間這個月拿什麼東西穿茶 還有一個運命決鬥折騙 5月16號 還早 真的還早 那中間就只有一個 哇 黃千本音了 嚇我跳 會不會等一下我的影片又被人要兼具了 先關掉好了 太不抱歉 我都是在電腦前面拍喔 所以音樂還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那再聽這首吧 到時候出事 雙人牌族是3月21號 還有一個 將近一個月 好吧 看到時候怎麼樣啊 應該會買來開啦 內容我真的有點 不太喜歡就是 因為它的內容我看一下是什麼 光之牌族 劍之力 暗之牌族 暗之軍 復刻40張 然後 主要的兩張卡片 是協傳的 然後說明書一本 然後什麼參戰入門 一個 然後直至決鬥場地 不同圖案有兩個 好啦 反正應該是新首相的東西啦 1500日幣 感覺好像 價錢還可以 好啦 不管了 又開到那種幽鬼圖 不錯 還一張 鳥獸族 的普怪 4顆星 攻擊2000 感覺還不錯 也開到一些 之前沒有的卡片 有開到 金亮 應該是金亮吧 但是沒有浮雕的喔 這樣三卡也沒開過 這樣剛剛好滿了 無限反而多了一些喔 而且沒有開到浮雕的 有些失望 好 希望影片不會不見 然後一樣謝謝大家的支持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